可以将速度调快一点 设定运行速度调快一点点 勾花启动时间 这个也可以调短一点 这个就是 它切完切丝刀之后 间隔几秒钟 再启动这个 这个勾花 看没有 速度快了就 时间越短速度越快 时间越长速度越慢 现在开始调整后边 后边这个卷网轮 停掉机器 暂停停止 调整后边卷网轮 需要用手拉紧 拉紧的话 看这侧右侧 右侧这边 这个毛边 跟前边 前边这边 这个毛边 基本上在这个方管的 这紧挨着它 是一条线 后边也是一样 也得在这个位置 需要把这个往 往右侧移 把这个 卷网轮 调整这个卷网轮 往右侧移 需要把 几个卷网轮 所有的卷网轮 都松开螺丝 松开螺丝 这边 用力拉紧 拉紧看右侧 这边调整好 这个位置 调整好 这个位置 就可以把这个 用力拉紧 就可以把这个 卷网轮 螺丝紧死了 全部都紧死 前后必须得是一条线 紧死之后 看一下 这边这个螺丝 这个卷网螺丝 是不是太紧 或者是太松 这里边的两颗螺丝 必须得紧死 必须得紧死 这个大螺丝 是调整 这个里边 这个摩擦片 摩擦片 它卷网卷得紧不紧的 需要弄成手动状态 按一下卷网正 卷网正 把这个网绷紧 绷紧以后 就可以开 自动 启动 现在为自动状态 自动出丝 自动卷网 下边开始调整 这个弯边 打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